颁发民意博士学位降书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 在台拿到师范大学荣誉博士殊荣 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的他 曾经担任教职六年 创业后也保有老师的个性 多次表达要协助年轻人创业 而日前喊出要拿出100亿台币 驻台湾年轻人创业 却卡关迟迟未上路 需要认真的去跟有关机构进行交流 怎么样注册合理合法 再也不能出现原来这些麻烦事 所以我们目前正在整个的走流程 然后我们也在招聘人才 身为全球最大电子商务集团 主席马云野心大 不但跨海来台招募年轻人创业 电子支付功能更是跑在前头 对于打算抢进大陆市场的苹果Apple Pay 马云也认为Apple Pay在大陆的发展 将会超越美国 中国的原来的这个金融的环境不是太好 反而给互联网金融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所以我相信未来几年 中国在互联网金融 在现代支付上面一定会超越美国 马云领军阿里巴巴集团触角延伸广 现在更投资了财经传媒集团 企图运用大数据作为资讯整合 野心勃勃让话题频频的马云 再次成为焦点 记者孙培俊 姜耀宏 台报导